薛延驼又称为烟焕、穷社、普济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 他们出现在中国北方 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 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下面我将介绍薛延驼民族的历史背景 政治地位、文化特点 以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薛延驼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 当时中国北方的民族状况复杂多变 薛延驼据信是由一些鲜卑族和羌族融合而成的部落 他们在中国北方形成了一定的势力 在隋唐时期 薛延驼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 他们成为了中国北方的重要势力之一 在唐朝 薛延驼部落与中国朝廷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他们被封为普济王 统治着一定的疆域 薛延驼民族的政治地位不断变换 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既是中国朝廷的盟友 也是中国的敌人 在某些时期 薛延驼与中国朝廷通婚联姻 维持了一定的和平关系 然而 在其他时期 他们与中国朝廷发生了多次冲突和战争 尤其是在北方边境地区 薛延驼与中国边防军队经常交锋 形成了一片战火纷飞的局面 薛延驼民族的文化特点也与中国有一定的区别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受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游牧特征 薛延驼人善于骑射 他们的骑兵部队在战争中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此外 薛延驼民族的语言和服饰也与中国有所不同 反映了他们独特的文化传统 薛延驼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方面 作为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势力 他们与中国朝廷之间的政治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统一和稳定 薛延驼的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中国北方的安全 中国朝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薛延驼的威胁 此外 薛延驼的存在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薛延驼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的汉文化有所差异 他们的出现丰富了中国的多元文化 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薛延驼的政治地位逐渐衰落 在唐朝后期 薛延驼部落逐渐被其他民族所取代 他们的政治势力逐渐失位 到了宋朝时期 薛延驼已经完全消失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总的来说 薛延驼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 他们在中国北方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 他们的出现丰富了中国的历史 对中国的统一和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薛延驼民族的文化特点也与中国有所不同 为中国的多元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尽管薛延驼已经逐渐消失 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留下了重要的痕迹 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